2022次南投燈會 今年縣長徐竹華攜手馬來莫 和貴賓一起為活動開幕 石塵米高竹燈福氣龍來大放光明 民眾手機馬上拍個不停 新陳代歌手王品浩登台 照來粉絲金聲尖叫 和舞秀上演火龍護臺灣 南投燈會開場秀精彩連連 先演員林如楊 張婉慈 唐曉芬 張秀之 林依如 簡健翔 林芳瑜 林友友 也請知道賞關心 我們南投的燈會呢 今年已經正式邁入第九年了 那可以看到呢一個活動要不斷的有延續性 還要有創新 還有包括呢要不斷的推陳出新呢 其實不只是在經費的挹注 它其實代表的是背後有非常多 通力合作的一個結晶 那包括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現場的 除了我們縣政府自己的團隊 最重要的在每一個燈區裡頭呢 都是我們很多南投鄉親 大家願意一起共同來努力的 十一個燈區呢有我們的宗教區 還有我們各個社區啊 以及包括我們很多的 不同的這個企業界 所任養的這個各種的一個燈區啊 所以我想呢這個是看到 每一年能夠在歷任的縣長的努力之下 那麼也能夠獲得很多鄉親的肯定 我們新政府一定會繼續秉持著 把活動辦得更好 同時呢不僅僅能夠把這個在年節期間 能夠讓更多的朋友來到南投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這個旅遊的去處 同時呢也把我們在地的特色 還有包括我們在地的農特產品 也能夠結合起來 剛才還是沒有 我們有一位貴賓沒有介紹到 也是這次呢跟我們一起來 合辦我們南投燈會 負責一個部分的 就是我們南投縣商業總會的 廖俊哲廖理事長 也非常歡迎廖理事長 在我們後面呢也是今天正式開幕的 把我們所有南投縣還有全國的 好的這些的農特產品 都在我們的會展中心 所以我們來這邊呢看燈會也好 也可以看到我們南投縣各種不同優質的產品 好這次呢我還是要謝謝 所有我們企業界的代表 因為每一次呢我們南投縣政府在辦理這個燈會 我們工業區還有包括南投縣的企業界 雖然是對我們縣政府最為支持的 所以一路上每一年呢 每一個企業都贊助非常的多 尤其在我們各種的這個 弱勢的關懷活動也都幫忙很多 南投燈會邁入第九年 每年都帶來很可觀的人潮 今年燈會從2月3日起至2月25日子 希望在農曆純潔期間提供各界最佳去處 適逢農年南投燈會也以農為主題 每個燈區都各自發揮創意 還有知名個性表演的活動十分精彩 非常的開心呢 能夠來參加我們南投縣的這個年度盛世 那麼我想今天來了這麼多的議員 最主要是要來肯定我們的縣府團隊 對於我們的這個年度的這個主題活動 我們的燈會呢 可以說是一年辦的比一年還要精彩 可以說是我們南投人的驕傲 那麼在我們何議長 何副議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所有的議員都會支持我們的縣長 一起為我們的南投縣來打拼 一起創造榮耀南投 由我們南投縣政府辦理的2024年 南投燈會 這個到2月25號 這是宜基城市榮耀南投 由於縣政府很用心的在辦理這個燈會 希望說我們全國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來南投 除了觀光 除了來看那個燈會 還有很多美食 所以希望說 國地的好朋友都可以來南投館 南投館有辦法說 我們一天都點在這個燈會裡面 在這時的時刻 在時刻就可以去南投市公所 所以辦來多久 暗時也可以逛這個燈會 前天都不覺得沒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南投館 來這裡創造 我們開心來到我們那個 南投燈會的點燈的儀式 那去年的卡拉赫拉的風潮之後 今天南投燈會更上新風 有新的IP 是馬來摩跟 Crazy Cat 然後這兩個新的IP 其實在今年也會發生 也會有很多很多民眾都在詢問 詢問度相當的高 那不除此之外 今年的我們的燈會 更是有我們的主燈 我們的主燈還會旋轉 還會升高 那其實很多很多的創意 那今年更是三箭齊發 陸海空都有 那我相信今年的燈會期間 南投絕對是我們 全台灣人的首選 那歡迎所有台灣的好朋友們 都來我們南投參觀我們的燈會 南投燈會開幕 是一個特色燈區璀璨耀眼 吸引全國各地賞燈人潮共享盛舉 現場徐出華也在會場發放小提燈 小紅包大受民眾歡迎 特別我也感謝 像我們很多南投同鄉會的鄉親朋友 每一次在我們的活動 都會特別的帶領我們更多的好朋友 回來自己的南投的地方走走看看 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那活動呢實在是非常的精彩 從2月3號開始 一直到2月25號 總共23天的時間 那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節目 除了有大家喜歡的 不管是水舞 還有這個活舞表演 包括呢 還有這個無人機啊 那還有很多的歌手 會一起帶動來演唱 跟大家歡度新年 所以呢在這個農曆年節呢 哪裡最好去 歡迎大家推薦南投縣 那也希望呢 我們各位南投的好朋友 可以把南投我們這一次的活動的節目呢 也都能夠熟悉一下 如果有朋友來 希望大家也能夠擔任導遊的角色 包括我們南投的好山好水 還有難得一見的這個燈籠呢 還有我們的燈會呢 推薦給大家 再次的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南投燈會的現場 另外配合南投燈會 南投縣商業會也舉辦好禮家在南投展 現場由來自南投在地近百家優秀商家共同展售 上千種精選商品 讓遊客一次買GoGo 配合南投燈會呢 在我們會展中心做商展的活動 今年是第二年 再配合燈會是第二年 那目前有八十幾家的攤位 那有來自全省各地 有良商家的商品 以及我們精選的十大伴手禮的禮盒 以及我們在地的美食 所做精品 藝術創作 還有這個 當地的一些農特產等等 那麼我們今年還特別邀請 國際知名大師 陳凱生大師 一起來參展 節目精彩非常的零亮滿目 期待全國各地的好朋友一起來觀光旅遊 我們一年又過了 那我們最期待的燈會呢 也即將開始 那在我們二月三號到二月二十五號這段期間呢 我們南投縣政府舉辦了一個相當有趣的一個燈會活動 那也歡迎外縣市跟外鄉鎮的好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會展中心來走走 那這個不同以往的這個風格呢 也是有更加的突破 我們有水路的水路空的一個設施 那也歡迎說各位好朋友可以到現場一同來觀賞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我們的會展中心這裡 來幫我們仁愛鄉的小朋友們一起來做愛心 那這個丸子手上的這個洛梅鮮湯呢 就是有我們的仁愛鄉的這個洛梅鮮湯 它的內容物有我們仁愛鄉的那個青梅 還有我們的那個洛神花來製作的 這個呢夏天喝的時候 冰冰涼涼超好喝又超健康 然後我們現在每平均賣出一罐呢 就可以回饋給就是部落裡面的學校 營養早餐五塊錢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呢 來喝好喝的飲品之外呢 也可以來順便做愛心喔 現場徐初娃指出 今年特別邀請國際知名亞洲藝術聯盟大展 傑出藝術家陳凱勝老師 展出多項國際得獎作品以及藝術創作 另外還有眾多表演以及抽獎等等 活動豐富又精彩 藍陀燈會正式邁入了第九年 那除了呢這次呢我們還是一樣 是龍年呢也有很多 推出了很多的這個不同以龍為主題的元素的燈區 總共有十一個燈區 當然還有大家小朋友最喜歡的 不論是花海啊無人機啊 還有呢我們去年一位 特別跟卡納赫拉的小動物這個 IP人物來合作的這個金幣喔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轟動 那今天呢今年我們特別跟馬來摩來合作 所以呢這個燈區呢非常的精彩喔 那所以呢在這裡呢我們也特別的有加入了 像現在呢這一區還有一些像是以這個 一些的塗鴉的藝術家喔 那麼能夠讓更多的年輕人來這裡打卡喔 這個網紅的一個專區喔 所以呢我想這個今年的這個燈會呢 每一年的都能夠造成呢 有大概有四五百萬的人潮 所以我們也期待今年能夠更勝以往 那另外呢南投縣商業會在舉辦他們的 每一年的這個商品展呢是非常的有經驗 有十幾年來呢都獲得非常高度的肯定 更有更多的這個鄉親朋友呢 也都會來參加他們的商展 所以呢去年縣政府也邀請他們來加入 在我們的整個就是以燈區為主的會展中心呢 有他們的加入呢不僅讓我們的現場呢 是更加的一個活絡 同時呢也藉此呢讓更多外縣市的朋友 能夠認識南投縣的好的商品喔 除了這裡我們現場看到的 有南投縣歷代的這些的十大的伴手禮 還有一些推陳出新的這個文創的商品 還有一些藝術家的作品喔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所以不管是要來欣賞我們南投縣的這個燈區也好 或者是進來採買呢 我想呢在這個你可以花上一天的時間 絕對不會讓你無聊的 那同時呢商會這邊呢也特別的舉辦 有一些摩采的活動還有電動機車喔 所以是真的是還有一些限量的小燈籠可以拿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多元喔 另外此次還邀請原鄉三寶代言人閃亮三姐妹 身著原住民服飾現場擔任快閃店長 邀請大家喝梅汁做工藝 每除臭一瓶落梅鹹湯梅汁便提搏五元 捐助原鄉學校幫助學童成長 那我們這次南投燈會呢 一樣跟我們過往一樣呢 都會有一個特別的這個南投十大伴手禮區 那今年呢我們在伴手禮區呢 規劃又更加的 跟以往呢我們又有改進了 那這次走起來呢非常的舒服以外呢 每一個攤商跟伴手禮區呢 我們都是有特別的規劃過的 那也歡迎大家呢來到我們南投的時候呢 特別來逛一下我們這個十大伴手禮區 有各鄉鎮的伴手禮都在這邊喔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喔 能夠來到我們燈會的那個展秀場 那其實這裡有各鄉鎮很好的伴手禮都在這邊展秀 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到了我們今天三位閃亮亮的 我們三位議員喔 穿著我們的原住民的傳統服飾 其實我今天就是主要就是要介紹我們這一瓶 若梅鮮湯 給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那它最主要的原料都是產自我們的部落的 好的產品所製造出來的 所以喝下去一定會比我們還美喔 大家一定要來品嘗一下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有結合公益的部分呢 就是每賣出一瓶 就提拨五元 可以到我們的部落學童當作他們營養早餐的經費 那其實庭力這邊還想要 另外就是把這個活動呢 帶到四月份我們這邊有一個梅宴 梅子入菜的一個饗宴 那其實在去年的四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有舉辦過一場了 那所有的盈餘呢 我們都會提拨一部分出來給我們的學校當營養早餐 那去年我們已經提拨了二十萬 給兩所學校一所十萬元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呢 也趁那個燈會的這個期間 我們再做一個衝刺 然後在四月的時候我們又可以提拨一個 應該說營養早餐的經費給我們的偏鄉的學童 希望他們都能夠有足夠的營養 然後能夠努力的學習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餐館內熟持設立圍巡霸台 選用來自原鄉部落的水果酒 現場調製各式飲品 供來賓品品嘗 蘭頭線商業總會辦理這個商展 也賣入了第十六年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容易 我們看到我們南道館 管理這個商店有八十大 在我們南道館所有的美食都有 歡迎我們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來 我們南道館這個營館區 這個地方來參觀我們很多很多大會 還有很多美食 我們的館長很用心 來把營館辦理非常好 一年比一年更好 尤其是南道館除了觀光 而且美食也非常多 希望我們台灣所有的好朋友 全國的好朋友 可以來南道館 除了欣賞我們的營館 還有我們的觀光 還有我們的藍頭 結合我們的藍頭線商業會 來辦理這個商展 不會讓你能夠無聊的 一定有辦法讓你逛了一整天 就對蔡西亞在南道館公所 一時來我們的商業會所辦的地區 所有的美食 暗時來欣賞我們的營館 可以讓你說整天都會很高興 很高興不高興不高興 希望我們管政府可以繼續 一年比一年辦得更好 商業總會可以說一年比一年 可以辦一個更好的美食 盡量發揮讓我們的藍頭線 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 來這裡買東西 來這裡買東西都沒問題 來我們的營區 來我們的商業會辦理的美食區 多多的來這邊走走 今年營會是一個特色營區璀璨耀眼 每一天更規劃許多精彩活動及表演 醫院們也肯定獻服規劃活動的用心 期許未來能夠擴大且持續辦理 除了能夠推廣藍頭在地優質農舍產品之外 更能夠為藍頭帶來豐富的經濟效益 明天請我們繼續專題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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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